引火刮灯的效果是让地图显示道具位置,取法有四种,如果你已经过了第九章才要拿,请直接从第四种方法开始。 最省事的取法,是到了长白山后,并且于第九章前,于长白山客栈找到罗依依,接下夺回珍宝之线去打怪物。 打倒怪物后回去找罗依依,但人不见了。这时跟左边的火鸡对话完后,回去刚刚打怪物的地方可以找到罗依依。地图上不会有提示,直接去救世了。 选择,坚持报关,后几岛便可取得。 来吧! 这个道具谁装备都可以,之后地图上找道具非常方便。 但是有些地图有上下层之分,这就要多调查了。 第二种方法是选择,接受说辞,后放他走,并且要于原地捡到主笔。 然后地等到第十四章抵达卢龙虎后,接下债多不压身之线。 话说卢龙虎前往城外的这门是关的,走旁边的侧门就可以出去了。 这个支线很长,但是可以看到本支线的最终结局。 这时找到罗依依时直接打倒可以拿到引火刮灯。 但建议放过,因为后面还有剧情以及隐藏商店可以去。 然后可以马上接视而奇形之线,算第三种举法。 这支线太长了,还请大家自行品位过程。 都是我的错。 视而奇形,支线完成后可以获得引火刮灯。 然后完成卢龙虎码头的头目站后,可以马上回场白山。 罗依依会出现在最初的地方开启引擎商店,地图上找不到标记。 商店卖的东西半价,而且可以买到特殊饰品救命稻草。 这是最好的结局了,但就是很花时间。 第四种方法是如果你进度已经过了第九章,就只能用这种方法。 鱼长白山客栈完成,挪回珍宝直线后,罗依依不会在雪地出现。 然后得到仙侠派接下,不义之财。 接着前往青烟村解任务。 多谢几位相助。 解完后注意地图上的烹饪点。 烹饪点的南方可以找到罗依依。 今天收获不错呀。 此时选择好言相劝或武力解决都可以取得。 只是要开启隐藏商店的话真的不能太晚做。 进度过了就无法挽回。 不得不说仙七这代支线做的还真是细致。 祝大家找宝愉快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